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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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应该是要从哪一个角度去出发 我想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今天大家在诟病的是什么 就是他的黑箱作业 今天当然你们讲说 好我们这个所谓的客审会的这些委员 是好不容易请来 所以大家要让他们所谓的专业 要什么中立不受干扰 因此我们不能够把他的名单公布 不能够把他的发言记录公布等等 请问你们交易部的委员会 只有客审委员会吗 还是有很多的委员会 有很多委员会 有很多的委员会 是 你们所有的委员会的 所有的会议记录 所有委员的组成 所有的这些的开会的资料 全部都不公告吗 正式成立 还是只有客审会的不公告 客审会因为从 因为这已经它是几十年的惯例 都是用这样的原则处理 所以你所谓的几十年的惯例 也今天在这个判决里面 非常清楚的被打脸了 法院告诉你说 依照这个所谓的 政府资讯公开法 它的一个规定的立法的一个精神 就是在于说 它要让人民 这所谓的资讯 要让人民能够共享 同时呢 要能够有所谓的 让人民公平利用政府的一个资讯 因此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 就你要让人民能够保障 这个资的权利 因此你去用说 我因为是属于为了保护他们 那从前的惯例都是这样 而且呢就是为了保障 他们的所谓的中立 因此我要公告这些人的名单 也必须等到我这些整个决策之后 我再公布说 等于是施后马后炮啦 这些的事就是这些人 所以已经定案了 没有办法再变更的时候 我再公布是谁做决定的 你想这样子符合 所谓的民主的程序 所谓符合正当的法律程序 符合让人民知的权利 让人民参与的权利符合吗 我想跟委员报告 在这个克审的现场的讨论 确实是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见 然后有不同的立场 那我们就觉得这个过程中间 确实是应该让他更理性 更专业的来对话 这是为什么从过去到现在 一直是用这样的原则 就是说当他讨论完以后 正式克刚确定了 他们还是要负责任的 所以事后一定会公告 所有的委员的名单 那这里就牵涉到就是说 什么样的人可以来当做 你的克省会的委员 对不对 他的代表性是什么 那这些都不需要经过人民的监督 不需要公开吗 而且就是说性别平等委员会 也是你们交易部里面的委员会 性别平等委员会里面 所有组成成员的名单 他们所有的开会的记录 所有的决育 全部都上网公告 那你说这些人他就不害怕被人家点名 不害怕被游说 不害怕被人家去干扰吗 还是说这些性别的委员 他们比较有gots 他们敢为自己所讲的话负责 但是我们克省会的这些的委员 他们害怕他们所讲的话 接受社会的检验 他们只能够关起门来自己偷偷的讲话 自己在那里三字经 自己在那里骂 然后做出结论出来之后 他不需要对社会负责 是由你教育部去负责 是这样子的吗 这样符合所谓的程序正义吗 我跟委员报告 我个人的观点一直是说 我们对未来的处理 我们可以更公开的透明 那为什么要对未来才能够公开透明 透明对过去的不能够公开透明 何况法院都已经判决 已经指示跟你们讲说 你们这样子完全违背民主的程序 完全违背正当的法律程序 而且完全违背所谓的政府资讯公开法的 开宗民意的他所立法的一个精神 今天你作为一个政府的单位 政府的一个首长 政府资讯公开法是法律规定 你政府首长政府机构 要不要遵守法律的规定 要 要规定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规定 明明白白的规定在那里 你们去把它曲绝去把它滥用 今天经过法院的判决 已经非常清楚的民事在那里 告诉你们说 你们这些的滥用是不对的 结果你们还要硬拗 还要继续说 我以后可以公开 如果你的立场是正确的 你觉得说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 那如果这样你就应该坚持你的立场 过去的不能够公开 未来的我也不能够公开 我只有等到最高法院判决 确定我才能够公开 这才是你的立场 但是你刚刚讲的是说 过去的我没有办法公开 但是我只能够对未来的公开 未来的我说可以研究 我们并没有说未来要公开 我刚才一再跟委员报告 我就说其实那个 最高法院对于这件事情 一直都有不同的见解 我们也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 去厘清所谓的公共资讯的公开的分纪 到底应该是在什么地方 因为不同的判例 确实是有不同的结果 我想法律这个东西 它本来就是见仁见智 但是我们判断的标准在哪里 判断的标准就是价值 跟它的立法精神 那我们问政府资讯公开法的价值 跟它的立法精神在哪里 它就是要让资讯能够让人民共享 让人民共同来利用 然后让人民能够有表达意见的机会 这不就是民主国家的基本价值吗 我们在威权时代所有的资讯是不公开的 所有你们政府的立法的过程 全部都是列为密件 是只有等到法律三读通过之后才公开 今天你还是要回到威权时代吗 对不对 今天你们讲说 在这过程我没有办法公开 我只能够等到通过之后 我才能够公开 那这不是跟威权时代完全一样吗 跟威权时代所说的 人民只能够使游知 不能够使之之 因此所有的这立法的过程 我不能够让它知道 这所有的决策过程 我也不能够让人民知道 我想委员你扩大了那个所谓不能知道的部分 我们不能知道的只有说在会议内部的个人发言 其实他的每一次的会议的结论 我们还要去举办公听会 那公听会就是把每一次的结果 都向社会大众来说明 也听取社会大众的意见 听了以后再回到会议里面来继续讨论 只是说那个会议内部的讨论 个人的意见没有公告 但是他每一次的会议的结论 你连委员的名单都没有公告啊 不是只有个人的发言没有公告 你的公告只有说几个人 贊成出席几个人 贊成几个人 反对几个人 对不对 你只有数字 你连那个委员的名单都没有公告 所以如果说 你委员的名单有公告 你的会议资料也有公告 只是个人的发言的部分 我只是把它摘要记录 我想这个都还有讨论的空间 对不对 你是这些完全都没有 你要等到所谓的 我的定案 拍板定案之后 我才要去把它公告出来说 这些是哪些委员 是哪些人 但是他所讲的内容 我一样是不公告 我想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这样子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吗 你还是把人民当作愚民 根本就是没有判断 没有表示意见的机会 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想委员刚才你的意见 已经代表了说 我们对于公共资讯的公开 有不同的分寸 你的见解是说名字可以公开 个人意见不可以直接公开 但是可以摘要公开 我没有这样说 我说你刚才的一种 我只是说那个部分 也是一种形式嘛 也是一种形式嘛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这件事情本身 它就是一个不同的层次嘛 但是至少这里就是说 你不能够连名单都不公开 对不对 连会议记录都不公开 然后呢你只能够 而且是要在事后才公开 这些都是违反正当的法律程序 而且在判决里面 在法律里面也都明白了规定 政府资讯是以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 你要不公开 你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 去表示说我今天不公开的法律 超过整个一个社会的法律 公共的利益 今天你们所得出来的 你们所说不能够公开的是什么 担心这些委员被骚扰 你们自己还拜注一个说 因为有很多的书商 对不对 然后呢会去对这些的委员游说 好 我问今天环保 这个环品 环品牵涉的利益更大吧 环品都所有的委员都公开 所有的发言记录也都公开 而且还上网公告 你们今天只是一个客纲微调 对不对 你就讲到说书商会来游说 如果书商会来游说 就有这种伪络的情况更应该要公告 所以在这里呢要让每一个 今天政府为了表示说 我是一个开放的 所以这意见不是我政府幕僚 人员自己所做出来的结论 因此你去组成了一个委员会 把这所谓的委员会 就是要开放社会大众来表示 因此你们选出了委员 第一个你所选的委员 它本身有没有代表性 就应该要接受社会公众的检验 所以你名单本来就应该要公告 那你今天名单不敢公告 好今天这些的委员 是代表所有的全民 来给你今天教育部提供意见 他今天所讲的话 要不要接受全民的检验 它是不是代表我们的意见 今天即使我们立法委员 我们都要接受全民的检验 所以在这种情况 我们所有讲的话 虽然说我们在法律上不用去负这个刑责 但是我们所有讲的话 都必须要去所有的民众去负责 因此今天在今天我们在立法院 所有的咨询 全部是整个网路公开 那以前你说要在立法院 所有的我们这些咨询要公开 谈何容易 所以今天已经好不容易 破除这样一个黑箱 让全民都能够透过网路来检验 每一个立法委员为名喉舌 所讲的话要接受检验 今天为什么一个教育部 你今天要决定整个一个历史的一个史冈 一个课冈的一个微调的这样一个部分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们就为了不想完全自己负责 所以呢就假借所谓的民主的程序 去邀了一些的委员进来当课审委员 好今天课审委员 既然你是一个民主的程序 你的委员就必须要能够接受全民的检验 你委员所发言的东西也必须要对人民负责 否则它的代表性是什么 凭什么委员做的结论就是你教育部的决策 这不是一样黑箱作业吗 这不是跟威权时代一样吗 我想那个委员 我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整个 在对于资讯公开的价值还有立法的精神 是确实有一些歧义 这有什么样的歧义 立法里有写的清清楚楚有什么歧义 我觉得在执行的方法上 事实上我一再强调 我觉得我们也是希望利用这个案子 能够去厘清我们未来在所有行政作为上的分歧 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那如果你们要上诉 你们是不是可以答应 这课审委条的这个部分 能够往后延起实施 等到确定之后才可以开始去作业 现在整个全部停止实施可不可以 因为你们知道说到6月开始 就是要开始要编这些所谓的课审 依照你们已经这个课审微调的东西去编了 所以你们先把第二部分才讲给 所以我先把造成既定的事实 你最高法院判决出来 我已经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实施了 你有本事你再去改 做一个正负责任的一个政府官员 不是用这样的方式 不是 跟委员报告 课审是去年就公布了 不是现在公布 所以所有的书商其实都已经编写完成 现在已经在审查了 而且审查几乎都已经完成了 并没有任何说 现在才要公布课审这件事情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反正蒸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所以你今天法院你公告归公告 法院判决归判决 反正我行我诉 是这样子的吗 不能这样说 因为从去年到现在的案子 从去年到现在 就是按照本来的行政 民间团里一直在跟你们要资料 你们所有的资料都不给 对不对 用了各种够细杀的理由在阻挡 然后你们照样的进行 然后今天法院的判决 你们也不停止 然后再让说我还要再继续上诉 所以等于说人民 它的监督根本就是一个空的 根本就是没有用 反正犬在我手中 所以我照样继续执行我的 等到你最高法院判决 去出来的时候 反正已经一代的人 已经被洗脑过了 那你们再去说吧 就是这样子吗 我想委员你 你高估了这个克刚的这个 那个价值跟它的影响 因为你的克刚就影响到 这整个一个史刚 这整个从什么样的角度 今天大家在争执的就是说 今天站在台湾这一个块土地 主体性是谁 从谁的角度去看这个历史 去做诠释 这是所有的争执 当你今天不是站在台湾 这块土地的人民的角度 去诠释这个历史的时候 这就是所有争执的 的癥结在所在 所以请部长深思 谢谢 谢谢 谢谢由美女委员的咨询 谢谢